14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開幕會3月5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大會 聽取國務院總理李強關於政府工作的報告 做好政府工作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全會精神 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 堅持本中求盡工作總基調 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根據國內外形勢各方面因素 會議提出2024年度國家發展主要預期目標 並指出 今年工作要堅持穩中求進 以進速穩先立後婆 今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5%左右 城鄭新增就業1200萬人以上 城鄭調查失業率5.5%左右 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 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 國際收支保持基本平衡 糧食產量1.3萬億斤以上 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降低2.5%左右 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 針對港澳發展 會議指出 要繼續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發揮自身優勢和特點 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我們要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 堅持依法治港治澳 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的原則 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針對兩岸關係 會議指出 要繼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 增進兩岸同胞福祉 同心共創民族復興為嚴 我們要堅持貫徹新時代 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翻略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 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來干涉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堅定不移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指出 今年外國發展面臨的環境 依然是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並存 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 只要貫徹落實好當中央決策部署 僅僅抓住有利時機 用好有利條件 把各方面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 一定能戰勝困難挑戰 推動經濟持續向好 行運自願 結束 主要是 有利條件 有利條件 財務 政府